我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是永恆 大家好 我是金家人 港人和港市 這段影片跟大家說一宗離婚案 就是阿莊允程剛剛離婚 誰是莊允程呢? 如果我敢說名字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看我的封面和看我的影片的照片 一看他的樣子和身材便知道是誰 他曾經做過Alay Show 和杜汶澤一起做過一些時事政治大夜搞笑的節目 後來就沒有做 莊允程最有名的是什麼? 其實 他最有名就是 他真的經常遇到渣男 而他之前的男朋友比較有名的 就是他這段婚姻之前 我不知有多少個 但我覺得可能就是那個 他之前那個就是 張志恒 沒錯 張志恒 搞得身敗名裂 生了四個小孩 還要被支付寶以為馬向香港人黑食那個 那個廢壩 沒錯 他跟張志恒 拍了一兩年拖 也是 挺有名的 為什麼呢 其實 他跟張志恒一起的時候有名在於 其實他很漂亮 身材也很正 又有那麼高度的 簡直是我這個人的女神 但是就不明白為什麼他會喜歡張志恒 而張志恒當時就已經是 真是買人借錢 好食懶非 還要是怎樣 是溝女之王 不明白一個 雖然是藝人 但是又半紅不黑 又沒有什麼代表作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女兒會喜歡 張志恒 說真的 其實我真的很想繼續做他 一個廢話的誕生 但是我發現他 新平 以及 無論是 過去 現今 我將會不知道是不是 希望不是 但是也是很消極兼負面 而且真的經常找香港人 我講一講一講 不是Willso的問題 我是不是很想再說 因為太過負面 太過消極 我也很擔心 他那四個兒子 的未來 而且他老婆也不是好東西 是不是 好了 莊穩晴 現在 很多人以為幾年前結婚的時候 都覺得 他應該找到一個好老公 這樣就 擺脫了 脫離了 張志恒 未來他應該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那是不是這樣 好了 7月26日 莊穩晴在社交平台上貼出了一個律師的聲明 指自己與女城中 名叫租 於去年7月起已經正式分居 是2023年7月 二人正辦離婚手續 莊穩晴於鐵文中 指自己不願活在每天被威脅 被情緒勒索 道德綁架的日子 他也透露 從結婚當日起至現在 家庭所有開支均由他一力承擔 但卻 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兒子被爸爸帶到台灣 以此威脅他就範 這一位就是 阿周 女城中 他們當時結婚的時候 莊穩晴 就形容他 就是 一位青年才俊 但是他嫁給他的時候 莊穩晴已經39歲了 其實他之前的名字叫莊端兒 我覺得莊端兒的名字很聽一點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但無論如何 他在娛樂圈都是不出名的 就是娛樂圈 好了 現在 阿周端兒 在帖文中寫 對於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之沉重的決定 我非常明白 事件一旦公開 對小孩子 就會造成很大傷害 但我真是迫不得以除 做此決定 我寧願 勇敢承認自己的婚姻失敗 也不願 每天被威嚇 被情緒勒索 道德綁架的日子 每天要擔心何時又要面對無窮無盡的謾罵 無裂甚至爭吵 大家聽一聽 他對這段婚姻對這個男人的無奈 我對婚姻並不宜欺 為了我兒子 他一直以 容忍及 退讓的態度 致力維繫 處理雙方的關係 但在2024年1月12日下午 我不知情的情況下 我兒子被他的父親帶到台灣 從此要脅我就範一切 我要即時報警處理 也令婚姻到達無法挽回的地步 孩子更因突然失去母親變得沒有安全感 加上長期看到母親被罵 亦令孩子變得 封閉不愛說話 為何 他們兩個雙方 突然之間出現了分歧 其實很簡單 因為錢 從結婚當日起到現在 家庭所有的開支均由本人一力承擔 我一直努力工作去維持生活所需 但一個人獨力承擔家庭的女人 卻在 婚後日子得不到應有的愛護 常活在被情緒勒索的 惶恐 以語言暴力的 傷痛之中 甚至原本用作 監察孩子在家中情況的CCTV 最終成為他經常說要公開我生活 私隱的要脅工具 對方種種激進的行為 以把握迫到臨界點 為了而至於 與我的安全著想 我必須拿出勇氣把這段婚姻畫上句號 與兒子展開新的生活 對於連日來 本人工作上的客戶畫 朋友所受到的騷擾 令本人不得不提早發出 聲明公開本人言放 以正善聽 本人莊允程亦對此深感抱歉 大家都明白 一看到這裏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莊允程 家裡 比較有錢 如果沒有記錯 十年前我看他的家底 就說他的家人開了很多美容院 有很多不同的房地層投資 所以 莊允程的家 已經是過千萬身家 在說十年前 其實他跟張志恒拍拖的時候 其實他也說過 一直以來 張志恒也是沒有錢 也是他給錢 很賣單 其實 這種狀況就變成了女尊男卑 很多女人 其實他自己有能力 就不太介意 即是賣單 真的 有些女人就很介意 自己的錢回到男人身上 但有些女人其實 不介意 覺得 只要你值得我愛的 我喜歡你 你就努力上進 就算你現在沒有錢 沒有所謂 遲些你也會有的 當作一個投資 而 這位 莊允程 就是這樣的女人 他本身是很努力工作的 無論是做生意 幫家族打理 或者在娛樂圈那裏 其實我都見到他 做的事 全部都比較正面 他也曾經參演過正義回郎 說真的 在娛樂圈 十幾年 真的他沒什麼出過名 他最出名的就是 他的身材 身體 但你說他的樣貌和名氣 從來沒有很多 但他沒有放棄 很努力 他也明白到 真的不可以把雞蛋放在籃子上 所以他自己也有很多 不同的生意 亦有很多不同的路數 好了 他對於婚姻 其實他之前接受 一些媒體的訪問都提過 他非常重視一段感情 也不是那些 周圍黎花野草的女人 應該這樣說 不是那些很開放的女人 雖然他有這樣的身材 這麼聰明的身材 但是 他真的在這個感情道路上 真的很堪貨 有時候 說你有錢 你會賺到真愛 這件事 我是很明白的 如果你有些人不是要求很高的 可能兩個人一起住公屋 打一份工作 其實都很恩愛 都很開心快活的 但是有些人本身是有家底 有能力 又漂亮又有身材 但是不知為何他遇到那些男人 他喜歡那些男人 或者敢追求那些男人 全部都是渣男 真的有很多這樣的事件 真的有很多這樣的事件 他已經是一個 非常慘的貨版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不敢追求他 因為覺得他又有事業 又有能力 有一些可能是努力中的 或者本身也有一點點成績 都是覺得自己配不上他的 但是對於一些 賤男 沒有了道 想著 找個有錢女 就可以不想努力的人 他們就會千方百計 埋這些女人身 因為 這些男人 沒什麼所謂 他們本身就沒有能力 就沒有東西撕 亦都沒有錢沒有事業 所以 失敗了 就失敗了 萬一 嘩 我真是追求這條有錢女 那我就 用回女人的術語 飛上之頭變鳳凰 我就不用做了 我真是很鄙視這種男性 有沒有 多的事 有沒有成功的例子 有 真的有 多不多 不多 其實 這位莊穩晴 其實他也不是蠢 真的不是蠢 所以埋了他新人 他真的要 很懂得裝作 而且 也要先搭雞鵬 所以 傳他 現在的前夫 就是他之前的老公 其實剛剛認識他的時候 表面的人設計 某間公司的老闆 有車有樓 表面看上去 然後 追求他那段時間 仍然是保持到某一些生活質素 好了 直到跟他結婚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生意失敗 然後生意失敗 家道中落 還要是跟他生了兒子之後 到底是他能力有問題 就是說 現在經濟環境差 大環境問題 導致他 這間公司生存不了下去 其實去年年初的時候已經傳出 阿莊穩程的老公 生意失敗 然後記者就問阿莊穩程 你會不會支持你老公 你老公好像這盤生意不行 欠債 當時阿莊穩程就說 我們是互相扶持的 有難同當的 現在經濟不好 疫情原因 因為剛剛是上年 開關之後的事 他會全力支持 渡過難關的 所以現在看到他們離婚 有些人就會覺得 男人不行 然後女人 看不到他的將來 覺得他沒有能力 那還是趕快走 找一個好一個 有些人會這樣看 但我就覺得 不是 因為 一系列的行為 其實我可以 有這樣的猜測 這也是個人猜測 我個人認為 這位丈夫阿祖 應該是沒有錢 公司不掙不住 又或者可能因為是雞棚 就問 阿莊 穩程 家人拿錢 可能已經給過 這些不是三幾十萬 可能給過一百幾十萬或以上 就 給他用來撐這間公司 但是給一下給一下 長篇難顧 這樣不行 到最後 有人 我真的說的可能是他丈夫 拿錢就真的拿得太多了 或者好像馮子那樣的態度 慢慢慢慢 現在的莊家就不給了 不給之後 有人就發難 出言不順 又或者 給一些不好的態度 用一些可能性感的生活 片段 或者是那些平日生活習慣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 不穿衣服 就走 可能還用這些照片 或者 這些生活的 CCTV影片 作出要脅 令到 莊允程就範 課金給他 之前的丈夫 現在離婚了 之前是夫妻關係 這樣拿著拿著 有些男人就不是積極地去做事 有些男人拿了錢就覺得 原來錢那麼容易拿 原來威脅就有錢了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拿慣了之後 其實他就更加不會努力 有很多人 是不會接受自己的失敗 之後再重新來過 有很多人 失敗了 他們這一輩子都在谷底 我見過很多 變了 現在莊允程真是忍無可忍 到了今年一月的時候 他就直接帶了兒子去台灣 所以 你能報警 這段婚姻關係就完結了 好了 為什麼我要說這段新聞呢 我想問 喂 現在 阿莊允程 離婚 因為那個男人沒有錢 他跟那個男人離婚 離婚又會不會影響到小孩 小孩很小 看這張照片 只有兩三歲 現在那個女人又要離婚 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又自私呀 又會不會說 阿莊允程自私呀 會不會呀 那個男人沒有出軌呀 是不是 假虎形象呀 現在會不會有人出片說 莊允程誣衊他呀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我不明白很多人覺得離婚有什麼大不亂 歐善兒 歐善兒離婚呢 可以說足 N那麼多集 就算我自己的 觀眾 有些人都不喜歡我去支持歐善兒 我現在就擺明了 支持阿莊允程 那你是不是 有些說 對天主發過誓的那些 就不可以先離婚 現在阿莊允程又不對了 這樣就被人不斷 威逼 公開CCTV畫面 帶走自己的兒子 鐵壁 都不能離婚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這段影片最重要的就是問大家 其實每一天 香港都不知道有多少人離婚 我不知道為什麼 整天就是拿歐善兒來講 別人離婚就離婚 每個人都有他那個婚姻生活 過不了就要分開了 是不是 難道 阿莊允程對著個爛泥符不上壁的老公 還要脅迫他的老公 就因為他們結婚 不能夠冒犯上帝 不能夠冒犯神 所以就不離婚嗎 這段影片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聽 有的話你也可以留下言 你們是不是還是支持 結婚就不可以來 這樣也不可以來是不是 是的就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段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所有人都會分享 你們又有好